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在第一季结束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聊聊天 也分享一下我们一开始经营米的人物制的一些心路历程 以及我们会回复一些我们上周在IG和脸书的现实动态所问出的一些问题 然后有回收到一些听众的疑问 我们也会在这一集去做一些回复 也可以跟听众来聊聊说我们针对听众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我们其实目前把大家的问题已经汇整了一下 把它分为了五个大区块的问题 那我们在回答之前呢 我们想要先花一些时间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 然后还有我们的来宾以及一些朋友的支持 没错 因为你的人物制是这个一个访谈性的节目嘛 所以其实整个节目的内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来宾的内容的往 人生经验跟智慧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其实整个节目其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些来宾们的分享 那这些讲者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医生的生活是非常的忙碌 那不管是在医学中心的教授们啊 主治医师或者是已经在诊所的 其实大家都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临床的业务 对 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就是 也没有特别有什么这样的经费啦 所以一开始去找这些讲者的时候也是以一个 这个希望老师们可以 算友情之源嘛 应该说秉持着一个教育的心态啦 来这个分享老师们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给听众们知道 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在 没有支付任何讲师费车马费 但是其实这些老师如果他们平常在外面做些演讲或分享 其实报酬都还蛮高的 其实都是有一些收入的啦 那这些过去这几集后讲者们的上来 其实我们只能聊表心意的提供一些 饮料啊 小卡片啊 来做感谢这样 所以其实第一个首先要感谢的 当然是我们非常无私来分享的这些过去几集的这些讲者 那当然呢 还有一些讲者提供他的个人的书 或是他个人诊所的一些在贩卖的商品 来提供我们听众做抽奖 那甚至有一些讲者有提供一些场地 或者是帮我们去介绍更多的讲者 更多的来宾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节目可以维持一个每周更新 成本上也不会做一个大幅提升的原因啦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感谢所有的讲者 所有过去的来宾 所有过去的来宾 所以我们其实这一块对我们来宾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 其实在脸书 IG 都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会按赞追踪 然后也会给我们不管是私讯或者是留言都会给我们蛮多的鼓励 这边就想要分享一下有一些还蛮有趣的鼓励 然后他或者是跟我们分享他一些内容 像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的TA 主要是设定在年轻的医师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默默的 其实有蛮多是高中生 他们想要准备医学系的学生 然后有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那其中一位刚好 因为前一阵子刚好是那个 刚好是面试记 对对面试记 刚好是个个人申请的面试 应该是吧 应该是 如果没有记错 距离我申请医学系这件事情 已经刚好满十年 我是2010入学的 刚好就是十年前的差不多四五月这个季节 有一次我开车 从这个领口交道下来 因为刚好我这个月在领口上班 所以刚好就从这个领口的交道下来 开车的时候 我就经过那个 经过那个高速公路下面 就突然觉得 好熟悉的感觉 我就想到说十年前 我爸妈带着我坐计程车 这样子经过领口交流道下来 然后看着路标 然后找长庚大学 然后要准备去面试 的那个感觉 突然十年之后 自己开着车回来上班 突然就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 突然有一种 又长成 对对对 的感觉吗 突然有一种感慨 就是嗯 好像有达成就是十年前 自己对自己的一点 人生的目标的设定 这样子 对 当然十年前 并没有思考到自己会 做podcast 对 然后也没有想到说 啊生活竟然是 这么的这么的辛苦啦 不过的确是有完成了 以前的一些小小的愿望 好 那我们先打在这边 打出在这边 让我分享一下听众 回复我们的内容 OK 就是 其实刚好有一位听众 他是说就是 呃刚好最近都在申请医学系 然后很感谢我们的分享 让他成功上榜 然后也非常期待 进入一届的生活 耶 恭喜这位听众 耶 欢迎你进入这个 这个叫什么 火坑吗 还是什么 啊 反正以后 大家就是在同一艘船上 进来就知道了 呃对 那我想要回复一下是说 其实我觉得 呃所有听众 如果真的 刚好有在准备医学系 那也顺利申请上的话 其实 呃并不是我们的功劳 让你申请上 是你一直以来 累积的努力 对 让你可以有得到 现在目前达到 一个阶段性的成就 嗯 对啊 然后所以非常恭喜 对 希望我们的节目 在你未来 呃这个 习医以及行医的生涯 可以持续提供你一些 呃不一样的想法 对 然后呃还有另外 呃其他还有一些听众 他们 大部分其实是医学生 或者是比较 呃年轻的医师 可能是PGY等等的 对 那呃有蛮多人回馈的东西 我浓缩成一两个 嗯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呃很多人就是说 可能他之前并不知道说 呃医师到呃V之后 就是组织医师之后 他们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嗯 所以说可能听了这些 已经身上组织医师的分享之后 会发现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东西 没错 然后也可以知道说 未来如果知道自己想要 呃迈进的方向之后 可以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 自我精进跟探索 嗯 那 其实还蛮多 呃听众有跟我们分享说 其实他们现在这个阶段 在比较年轻的医师阶段 其实是 真的还蛮迷惘的 那像Joseph之前是不是 也还蛮迷惘的呢 对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当初会做这个的 一部分的初衷啦 这个稍后晚一点 我们会在比较详细的介绍到 其实大家 有 有这个 经历过这个 从医学生到 开始进入临床 当见识医师 实习医师 的这个阶段 其实我想多数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呃 在 在探索自己的过程 因为这个科别 这么多种 那 也不一定说 大家在乱科的时候 什么都 什么科别都可以去到 那去到之后 到底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 这个差别也是非常的大 那 其实经历过这一段时候 呃 我希望说 这样的节目 就像这个听众讲的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呃 医介啊 或者是 呃 主治医师 更深入的生涯 他们的职涯历程 那 帮助大家去做更好的 职涯的选择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类 其实是说 其实 呃 虽然说现在 都已经是医学生 或者是医生 但其实看到非常多同侪 嗯 都会在 呃 社群的一些软 网站啊 或者是平台上面 会分享一些自己 可能发paper啊 或者是一些 师长对他们的肯定 或者是 有些第二专长等等 其实看多了 自信心会 呵呵 逐渐的降低 对 但其实听了 呃 我们很多讲者分享 你发现 其实这些讲者在 过去的这段时间 嗯 其实也都是 一边摸索 然后一边找寻到 自己想要的方向 对 那或许一开始 也没有大家想象 这么的 厉害 是 对 所以说会有一点点 激励 或者是一些 鼓励的感觉 这样 这个就是呃 我之前 突然论悟到的一件事情 大家我们都是 住院医师 都是医学生 其实大家总有一天 我们都会变成 主治医师 那过去的这些 呃 我们在医院看到 主治医师们 他们很厉害 他们现在非常的 呃 对人生 对职业啊 都非常的有想法 其实 再倒退个十年 二十年 其实他们或许 跟我们一样 都是处于一个 很迷惘的状态 对啊 所以说其实 呃 不管大家现在是 正在准备考 医学系的朋友 高中生朋友 或者是说 呃 已经是年轻人的医师 其实我们 觉得这个频道 如果可以给你一些 激励帮助 嗯 或者一些想法 或启发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 都还蛮开心的 那大家 呃 给我们的一些 私讯或者是 留言按赞追踪 其实都对我们来说 是还蛮有动力的 一件事情 对 那最后呢 我们还要特别的 感谢一下 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像是我们 呃 有参加了几个 podcaster的社群 嗯 那里面其实都有 非常多的资源 因为其实我 呃 我跟Joseph 都没有做过 podcast 这是我们第一次 尝试 使用或制作 这个媒体的内容 对 那在那之前 我们可能连 录音的设备 嗯 要怎么准备 然后麦克风 要怎么处理 然后甚至 到后面的剪辑 等等的 其实完全是 一无所知的 对 那这些社团 其实在一开始 给予我们 非常多的帮助 资源 嗯 然后我们有任何问题 也都可以在上面 发问 我们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有帮助跟收获 对 那另外呢 其实就是 我们频道一开始 有一些 有几集 其实有做一些抽奖 嗯 那这些抽奖 其实大部分都是 朋友或者是讲师 呃 来宾提供的一些奖品 对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 就凹过我们的 健身房 老板 对对 在那边非常感谢 Gin Finn老板 帅老板 对帅老板 如果你有在听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在那边 特别感谢你 提供我们的听众一些 这个 体验课 体验课 教练课的名额 这真的是非常的 无私 对 然后 呃 实际上去体验的那个听众 也觉得 还蛮有收获的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很开心 对 那这些其实我们也都没有 呃 他们 我们也都没有付钱给他们 对啊 没有对价关系的 对 其实就是一个 互相 朋友之间的一个互相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大家 支持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对 那还有就是 其实一开始 我们在找 呃 来宾的时候 除了靠Joseph 呃 的一些人脉之外 其实有一些朋友 一开始也有 帮忙蛮多的 对对对 有一些在各个医院的朋友 有去 帮我们询问 他跟过的老师 对对对 或是他 他觉得他的医院 呃 适合的老师 没错 对 因为 呃 坦白说如果我们对这个医师 完全没有 呃 接触过的话 直接去询问人家 有时候 很容易被打枪 对对对 你这样会觉得奇怪 你这个频道也不是什么 对 对对 多久多大的频道 然后 呃 对啊 这大家也有时候上来分享也会 就是会有有疑虑啦 嗯 所以其实透过一些认识的朋友的帮忙 其实 呃 相对会容易很多 这个节目比较有可信度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对然后最后呢 还有就是 一些朋友 其实在我们呃 呃 刚开始在录制podcast的时候就 真的很认真的 每一集都有帮我们听 然后告诉我们 有一些东西 或者一些访谈的内容 我们 哪里可以再做精进等等的 嗯 这些回馈我们 其实都非常感谢 是 接下来呢 那我们感谢完我们的 就是来宾啊 讲者 跟听众等等之后 我们现在要来回复 大家的问题了 好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呃 蛮多的听众都问我们 其实我们做这个频道初衷 是什么呢 Joseph 就是说 我自己在这个 呃 从医学生到成为住院医师 这段期间 呃 有观察到说 其实 呃 我们的医学教育 中间有一块 其实没有 没有一个很好的 职呈去补上 也就是对职业的一个 呃 引导以及探索 那 过去我们常常是说 诶 同学你进入医院之后 你要自己去看看 你喜欢的科啊 你要去 呃 跟学长姐多打听啊 你要去 观察一下主治医师 观察一下学长姐 好 那 那就这样子 那等于说 嗯 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人去 引导 或是没有人 没有一个系统性的 的方法去 教大家怎么 认识自己 也认识你未来 想要走的科 甚至 你看全国的医学系的学生 大家所处的医院都不一样 其实所处的医院不一样 这个科别做的事情 常常 即使是同一个科 也落差非常的大 对 它也会落差很大 它的生活模式 生活形态 未来可以做的发展 其实就差别很大 我就想说 那不如我们来做一个 可以让大家更 呃 简易去接触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东西吧 我们来看看 怎么让大家 可以 可以更轻易的 去接触到这些资源 然后 呃 去 再去看看自己 到底要什么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 的模式去让大家接触到嘛 对不对 这阵子就是开车的时候 都会听podcast 对 对对对 呃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 开车的时候听的podcast频道是 呱吉啊 因为 为什么要帮呱吉推荐 他不需要你 就是呱吉如果那个 如果有听到的话 就是 也可以跟我们合作 对对对对 没有 因为就是你知道开车的时候 就喜欢听一些就是 讲一些喇叭话的东西吧 比较比较轻松 后来就发现说 呃其实 医学生 或是医生 其实我们大家 很多的时间是花在 呃工作 以及工作完之后要 进修 我们要念很多的书 除了念书之外的 剩下的时间 呃 大家常常会 比如说 看YouTube 或是看Netflix 或者是 呃 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那什么样的 像我们这样子 节目内容 可以安插在各位 什么样的时间 去让大家 比较没有压力的 接受到呢 那大概就是一些 比较零碎的时间 像是通勤啊 呃 呃 走路去医院的路上啦 或是 什么打病例啦 呃 像我们听众 已经在回复 很多就是在 呃 吃饭嘛 吃饭的时间 休闲时间 对 或是运动的时间 对对对 那欸刚好 这些零碎的时间 你又不太可能说 眼睛盯着荧幕看 对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啊那不然 我们来用声音 做这个媒介 声音做这个媒介 去让大家可以 在零碎的时间 去接受这些资讯 这样子 欸那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 这一周有在IG上面 问大家说 欸通常都是用什么时间 在听我们的podcast 对 那我们那时候选项 并没有写休闲跟运动 是因为 然后 我们很久没有运动了 对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那时候设计选项 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讨论的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说 欸我们自己平常都是 什么时候在听podcast 然后发现 大部分都是通勤啊 然后有时候偷偷用工作 在打 打什么 打病例啊 打病例或者是 对对对 做家事的时候在听 然后我们就没有写到 休闲跟运动 然后就有很多听众 回馈我们说 欸其实为什么 我没有写休闲呢 为什么没有写在运动的时候呢 我后来发现是因为 我们真的太少 做这两件事情了 就是很少休闲时间 然后也很少运动的时间 对对对 那假设有休闲时间 也想真正的休息 对就可能真的是放空这样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没有涉及到这个选项 对对对不好意思 那选择podcast 其实有一些优点跟缺点呢 对没错 就是像是 我们觉得优点来说的话 其实第一个就是可能 像是 现在很多人会做YouTube 这种影像性的传播媒体 但是其实相较之下 podcast它的 后置时间会是比较短的 那我们两个其实都有正直的工作 比如说Joseph 现在还是住院医师 那我自己 目前也还是在金融科技业服务 所以并没有一个 很完整的时间 可以来制作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选觉得podcast相较来说 它是后置时间比较少的 对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意外的发现 其实面对麦克风 大家反而没有那么拘谨 你说跟面对镜头比较强 对因为其实可能 我们发现其实很多讲者 在面对麦克风的话 就是很自然 很轻松 然后会讲出一些 有时候我们都没有预期讲者 会跟我们透露这么多的内容 可能坐姿啊 或者什么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大家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所以我们觉得这算是一个蛮意外的好处 所以反而大家都可以听到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东西这样 对 然后再来是 其实podcast产业其实也刚起步 相较之下 呃做医疗领域 然后做内容给偏医疗领域听的节目 提案是面对医学生或医师的节目 对 他给audience是在医师这块 其实相较之下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一开始可能也没有那么竞争 比较容易触及到我们真正的提案 他们选择也没有那么多 对 不过也是会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因为也是 因为podcast这个产业刚起步 他很多分析或者是一些广告的成效 还没有真的让这些 可能有需要下广告的业主知道 所以说我们相较之下就比较难 从这个方式去做盈利 对 目前线上有透过podcast开始有一些收入了的话 大概只有些前几大 就是那种听众人数可能就几万十几万的那种 对对对 才有才比较有一些或是比较稳定的收入 那像我们这种小节目 其实大概就是目前就是做兴趣的 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要透过这个频道 变成盈利的内容啦 因为其实我们主要的收入都还是在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本业上面 这样子 一开始我们的这个target audience 主要是这些面临选科迷惘的医师嘛 包括说PGI医师 或者是即将进入PGI的医师 或者是run了一两年住院医师 但是觉得好像不跟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太不太美合 然后转换跑道的 其实做着做着发现 其实后来有蛮多听众是这个高中生 或者是正在准备考医学系 不管你是应届的高中生也好 或是重考的学生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是住院医师 包括我的同事们 甚至 还有老师 对有一些老师其实对其他科的医师的生涯 也蛮兴趣的 也很有兴趣的 主治医师也都有 所以其实目前我们的这个频道的收听的范围 其实蛮广的 从这个高中生到主治医师 其实你跟医疗产业有关的 甚至还有很多听众回馈师 他可能是医检师 对 护理师 受医 对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 这些跟医疗领域相关的人 其实都有在 就是我们的听众的这个 这个分部里面都有看到 这样子 那也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IG还有就是Facebook问卷 收集到一些资讯 那我们目前其实 大概九成以上的听众 还是各级的医师 就是不管是 我医师这边范围有含医学生啦 对 就是可能医学生到主治医师 这整个range 大概占了九成左右 其中是以医学生跟PGY为最大众 对 其他一成里面 大部分还是一些 其他医疗领域的人 嗯 这样子 对 这是一个我们初浅的问卷 得到一个小结果 对对对 Bias很多的问卷 对对 因为其实 这母群体 如果是只有在IG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还是有点落差 各位抽样要学好哦 对 然后全 paper都需要哦 对 也是因为这样 其实我们可能 做了几集之后 就发现有一些听众 他并不是医疗 不一定是医疗人员 对 或者是说 他是比较年轻的医疗人员 可能还是医学生 对 或者是还没有进入 或是刚进入 临床 还有很多这个 医疗用事 比较不懂的 所以说 其实我们有 渐渐的有开 我们有跟讲者沟通 就是说 可能在用词上面 要比较 不要用太深的一些医疗名词 或者是说 有讲到这些名词的时候 可能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听到 我们在访问 讲者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之类的 是想说 让大家比较清楚 让大家解释一下 说有些term 其实 我们 已经进入临床一阵子的人 可能用得很习惯了 但是 对于还没有进入临床的人 可能会比较难以 吸收这样子 对 然后也希望说 我们的这个调整 可以让听众们 可以真的 再更了解我们的内容 或者是更理解说 这整个脉络 是在讲些什么内容 对 不过像是 其实也会有一些是 非医疗相关的人员 也有在听我们节目 那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就是 非医疗相关人员 我可以为他们发声一下 就是 呃 虽然说我不是医疗人员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从 每一次访问过程当中 我自己收获都还蛮多的 因为 每一次访谈就很像是 用一个 短时间内的一些问题跟互动 去了解一个人 他的价值观 人生观 跟他面临各个挫折 或者是 各个挑战 或者是 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 会怎么样去思考一件事情 对 其实常常 不一定是只有在 医疗领域的人适用 嗯 而是 其实各个 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质押 或是对我自己的人生观 常常常也有蛮多的启发 对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个节目 如果你不是医疗相关人员听到的话 也可以有同样的一些启发跟想法 这样 嗯 没错没错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一体试用的 对对对 包括选择你的兴趣啊 选择你的 擅长的地方啊 对 或是要评估你未来的人生 到底想 想长什么样去 其实这个在 不同的领域 或许都对大家会有些帮助啊 嗯 然后再第二个问题是 每集的来宾都是怎么找的 OK 刚这个 创办的时候 当然就是从我本身认识的一些 老师学长姐去做联系啦 那做了几集之后 呃 开始拿了出一些 一些东西说 诶 你看我们的节目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诈骗集团哦 对对对 的时候呢 诶就开始可以去往更 更外围 更平常没有接触到的 讲者去接触 嗯 那当然过去的一些老师 呃 或是讲者 他们如果觉得有 呃 适合访问的对象 也会帮我们做推荐 或是牵线 这部分这就是 超级感谢 跟刚刚第一个part一样嘛 我们非常的感谢 就是为我们尽心尽力的 老师们 以及过去的讲者们 再来哦 还有 呃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诶 大家不好意思 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有一些听众也有就是 提供一些讲者的名单 然后让我们去接触 然后有一些其实也很热心 也有帮我们开始就是做一些询问 看我们能不能够就是 接触到那些推荐的讲者 这部分也非常感谢 因为其实 单靠我们两个人 自己去接触的话 其实有时候是有点困难 对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 如果您的医院 所属的医院 或是你的 认识的亲朋好友 有你觉得 很想听听看他的职业历程 或者很想让他的职业历程 让其他人认识的 对 对 你们都可以私讯我们 那我们会再去做接洽这样子 嗯 然后刚刚讲到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那录音的设备是怎么找的 那录音的场地通常在哪里 对 这部分其实录音的设备 很多人问我们说 是不是去外面租界的 没有 我们 是自己买的 对 我们录音设备是自己买的 那基本上我们的访问规格 大概会是落在三个人 常态是三个人 有时候到上 有一级皮肤科 我们是四位 不过我们主要都是三位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 准备设备的时候 主要就是准备了三支麦克风 然后还有一个录音机 对 然后还有他相关的线材等等的 主要是这些内容 还有些架 麦克风架 一些小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设备 是自己买的 然后呢 再来 第二个小问题是 那个录音场地在哪里 那因为我们的内容本身是做访谈 那这些 医师其实都很忙 所以我们主要都是配合讲者 他比较想要在哪一个 他比较常出没的区域 对的地区 我们都主要是配合讲者 对对对 那其实有在外面的租的一些租借空间 比如说像小树屋啊 或去空间等等的空间租借使用过 因为像网咖啦 但是他是会议室 对对对对 就是算时间的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不然就是 其实有些讲者就人真的很好 所以还有借我们他们的工作室 对 医院 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我们在 有一次在 医院附近的一个钢琴教室 然后旁边是刚好是一个画廊 对 因为就是那边 那附近没有租借的空间 所以我们只好去问问看 问看说 那个没有上课的音乐教室 可不可以借我们 因为音乐教室通常那个隔音都不错 对 因为不避免那个教室 直接互相干扰 所以想想 好像还蛮合适啊 对对对 谢谢老板娘也非常热情的 就借我们空间了 对对对 谢谢老板娘 对 然后 还有就是 其实我们两个也蛮希望说 哪一天可以有 自己专属的录音空间 对啊 因为其实 配合讲者跑来跑去 其实还好 但是我觉得麻烦的是那个 器材要扛来扛去 而且录音的品质有时候会 其实蛮不稳定的 比较 对 飘忽一点 对 然后 如果未来 就是有一个专属的空间的话 我们也会希望说 之后也可以尝试 像 我们现在的YouTube放上去 我们主要还是以音档为主 然后后面就放一个底图而已 但是其实 还蛮多Podcast 他们实际上是 边录影 然后边 把这个东西放到YouTube上面 所以除了听到声音之外 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一些 动态的影像 对 所以如果我们之后有一些比较专属 或是比较固定的录影空间的话 也会想要尝试看看说一些 边录影啊 或者是 可能之后 如果有一些更及时的互动 像是直播等等 对 对 如果有什么金主 对 金主 欢迎各位 金主或是 用钱砸我们吧 对 或者是有场地的朋友们 对 可以跟我们说啊 这个是未来的目标之一啊 对我们的目标 可以提供稳定的录音品质 然后也可以提供更多元的一些 呃内容产出这样子 这样当然是最好的 没错 不过这可能 短时间之内是有点难啦 不过我们会往这方向努力 对 然后再来第四题是 也有蛮多朋友问到说 我们目前的营运状况 嗯 那Joseph 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目前的收听平台 其实一开始就是用 大家最常用的一些 呃串流平台嘛 包括说Spotify 还有啊 Apple Podcast 就是Apple他们自己有出 呃除了Apple Music之外 他们自己有出一个 Podcast的 的App 所以 第一个就是锁定 Apple Podcast 跟Spotify 后来就有听众 敲碗说 诶那Google Podcast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上架了Google Podcast 诶等一下我补充一下 Google Podcast 其实照理讲会自己抓 对 只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host host的那个 提供给我们的RSSV 对 是刚好不相容 刚好跟 没有跟Google做一个 很好的的整合啦 对对对 所以 整合完之后 他就自动上架 Google Podcast 其实我们这部分本来 没有预期说 我们要自己主动上架 对 然后还有提供我们做 免费hosting的 这个SoundOn公司 对 对 大家如果 就是没有特别preference的 这个收听平台 欢迎大家 对 就是下载SoundOn 声浪这个Podcast App 他们自己也有做很多有趣的节目 对 对 所以他们有就很像Netflix这样 就是他们是做平台 但同时他们也有 也有制作节目 原创节目这样 对对 所以如果你 没有说特别喜欢用哪一个App的话 可以多多使用 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对 那因为这个 其实很多人会开着YouTube 当做背景音乐 在做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也想 那我们也来上架YouTube 这样子好了 所以主要的 这个收听的平台 就是一些Podcast App 以及YouTube这样子 嗯 那目前的收听的状况呢 我们如果不算YouTube的话 纯粹算 这个声音 媒介这部分 Podcast这部分的话 大概一集上线之后 第一周都可以有 大概1500到2000的下载 次数 因为Podcast是一个 东西放上去 它就一直在那边 会一直累积上去 我想有一些比较 最近才认识我们的听众 也会往前面的 急速去做收听 所以其实当然 越早放上去的急速 它的 累积次数 对收听量 是会一直在稳定成长这样 所以有一些 前期比较早的急速 其实收听下载次数 都已经有破4000 的这个数字 那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东西是 持续的可以提供 大家更多的内容 然后 收听的状况 也可以 这个蒸蒸日上 真的 对 所以说如果有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也非常欢迎给 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有相关需求 或是对 医生的职业历程感到 有兴趣的 对 都非常帮我们推广一下 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听众 在营运状况这边的时候 还有细问到说 比如说我们的制作时间 大概是怎么样 那我跟Joseph 之前认真的 回想了一下 对 其实我们可能 以时间来说 制作一集podcast 从 邀请讲者的一些 信件往来 电话往来 然后到准备讲者的 background 然后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功课 可能是看讲者的书 或者是 对 看他之前受访的影片 或者一些相关资料 然后准备访纲 到实际录制这一集podcast 还有后面的一些后制 比如说我们录完之后 我们要 要做一些剪辑啊 前面的大家都 欢迎收听你的人物 然后他是谁 他在哪里工作 哪里服务 然后这些前后的东西 加起来我们 初步估算 大概总共需要 15到20个小时左右 一集啊 对一集的部分 不是全部是一集 所以平均一个人 大概要花上 差不多 快10个小时 8到10个小时啦 那当然我们假设我们 是周更的话 其实就是 每周大家 挤出8个小时 到10个小时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 没有休闲时间 没有运动时间 是非常正确的 对因为我们 周末现在都在做podcast 没错没错 你如果各位已经是 这个进入临床的 不管是PGI医师 还是住院医师也好 呃 一周其实大家可以休息 属于自己的时间 其实也没有很多 你就差不多 8到10个小时左右吧 对对对 差不多是挤满了 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听 我先称赞一下我们听众 我们听众非常的专业 嗯 还有人问就是我们的 整个成本跟 嗯对 就是收益等等的 对对对 那呃在金钱这块支出的话 我们也稍微估算一下 嗯 呃先不算我们的实行 因为其实呃人力 或是人才投入 本来就有价嘛 但是这块先不算 我们人力的时间不算 然后还有我们前期准备 器材的这些 呃长期贪提的成本 也不算的话 基本上我们每一集录制 嗯 呃会需要可能停车费 然后油钱 然后租借的一些空间 饮品卡片 还有一些相关 嗯 零碎的一些小东西 每天空口的东西啦 呃大概一集 差不多 一千五台币左右 差不多一千五上下啦 没错 我还不算上工时 所兑换出来的 对对的价值 对对对 虽然说住院医师的 实行好像没有高哪里去就吃了 有时候算一算我实行都比你高 对对对没错没错 真的有点扯 OK所以 在这个自掏腰包做节目 自己花时间 的情况之下 有听众就问说 那那坚持下去的动力 动力是什么 第一个哦 当然是各位听众的回馈啦 嗯 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 一开始真的是 想要去补足 某种程度上医学教育的 的一个 一个gap 对没错 呃这个刚刚我们好像露题了 就是其实Joy本身是 大学以及人就所是念教育相关的 嗯 对所以其实 呃Joy本身对教育和 教育现场政策这些东西 就是有一些想法 嗯 那所以 再加上呃我的医疗的背景嘛 所以我们就开了这样的频道 所以其实在前期的这个阶段 我们听到一些听众的回馈 包括说对他的职业有帮助啊 包括说对他的这个 想法上视野上有一些刺激 嗯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很 很棒的一个一个动力去继续往 每一集去花这些时间去做下去 嗯 没错 然后就是也非常欢迎大家 在我们的各个平台 都去订阅按赞跟分享 对 然后因为其实 比如说我们经营IG 我们除了音源的平台之外 嗯 其他主要经营的平台是IG跟Facebook 对 所以如果大家有在使用这两个平台的话 帮我们 都帮我们来来聊聊天 支持一下 然后点点赞啊 然后 收藏一下 分享一下 因为这其实都会是 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去触及 其他 嗯 听 可能听众的一个方法 对 对所以 麻烦大家多多支持 对对对 那 还有特别是 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的是 我们有被 Apple Podcast 选入就是 比如说注目新品 对 那Apple Podcast 我们根据 在Podcaster的这个圈子里面的 的了解 Apple Podcast 去选这个 推荐节目 是人工去选的 对对对对 他不是用演算法 不是用收听的 的量 嗯 他是用人工去筛选说 他觉得这个节目 值得放到这个版面上 对 所以其实这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还蛮大的鼓励 对 我一直记得说 呃我们第一集 上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 呃 Spotify跟 Apple Podcast 刚上来的时候 哇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用Spotify 在听音乐 嗯 那突然你看到 欸Spotify上面竟然可以听到 自己的声音 其实 有点尴尬 对对是尴尬没错 不过 你的作品 可以上到这些平台 其实会有一点 有点振奋 有点兴奋 对对 会觉得啊 不错哦 就是自己的东西 竟然可以丢在这种 就是公开平台上 就还蛮感动这样 那除了这个 听众的回馈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在 每一集每一集的访问 以及联系的时候 都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嗯 以及新的讲者 透过这些讲者 新的朋友 我们又会认去认识 更多的人 对 包括说 不同领域的医师 不同 不同节目的podcaster 对 不同节目的podcaster 大家一起在这个 广播圈 在这个podcast圈 嗯 做节目的人 以及一些社群经营的 的粉丝专业 已经站好 对 包括我们最近就 呃 意外的发现 哇 其实很多医学生 医学生都有在经营 对 就在IG上面 有经营一些 粉丝专业 分享一些 这个医学生涯的点点滴滴 或者是在医院见习的 一些小知识小内容 我觉得这都非常的 非常棒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棒 对 这新世代的学弟妹们 真的是很 操作媒体上面 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其实 我们真的 我们两个相较之下 把大部分的时间 花在访谈的内容上面 对 所以社群的一些 互动频率 或者是一些 美观的部分 我们自己都觉得 还有待加差 其实很多学生涯片 都做得比我们好很多 都做得非常好 请大家多多 对 多多教导我们一些 我们这些老人好吗 对对对 对对对 接下来很现实的就是 好 那那 那收益的这个部分呢 嗯 那其实我们目前是 没有 在金钱这块有 比较 没有什么收 就没有收益啦 其实 对啊 结果就是零嘛 就是零 对 假如我们有收支表的话 其实就是 always是负的 对 从第一集是负到 第十二集都是负的这样 对 然后我们就是 呃 算是拿本业的这个 呃 收入去 收入去 做我们 现在算是兴趣这样子 但是我们其实觉得 如果一个频道 他要永续经营下去的话 其实他有一个关键是 他的金流上面还是 最好是可以自己自主 对 至少说成本上要 可以这个cover啦 对 那我们 其实也不 也没有想要 透过这个赚大钱啦 因为如果要赚大钱 我们可能要多 多做一些别的事 对对 那个订阅人数 可能要比现在多两个零之类的 对对 两三个零之类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 是觉得说 呃不求这个可能可以 可以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我们希望说 这个频道 他会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可以永续发展下去 对 之后可以 这个频道 可以赚到的收益 可以至少打平 我们刚刚 所提到的一些 成本 成本 然后或者是时间 时间等等的支出 对 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攻上下 欢迎 欢迎如果就是各个听众 有觉得合适的 呃厂商 他们想要推广一些产品 不管是跟医疗有没有相关的 比如说 哦白袍的厂商啊 或者是 或者是 显微镜的厂商 最近我蛮需要这个 蛮显微镜的 对就是 等等 医疗相关的厂商 如果他有想要推广一些产品的话 也可以 透过我们这个频道 可以合作 是 或者是一些 医院的讯息 对 像是可能如果有 各个院 院所要招生 对对 要征裁啊 征裁招生 要这个招住院医师啊 我们现在很多 招住院医师的那个管道 是透过这个 Facebook的一个社团嘛 以及 或者是在PTT上面 可以多一个曝光的管道 对没错 在我们节目上面 可以多一个曝光的管道 而且我跟你说 用听的 你用讲的 大家的接受度 会好很多哦 对不对 你可以上来把你的 这个科别的好处 用讲的 跟你的听众分享一下 对对对 就是说 我们这个 P&O非常的确实 同材气氛非常的良好 之后训练非常的完善之类的 对 就是用讲的 大家可以听的更 吸收的更好哦 对对 然后或者是说 你个人 想要针对我们这个TA 我们这个听众的族群 有想要推广一些什么讯息 的话 比如说你想征婚 你想交友 各位这个不知道 有没有已经拿到医师执照 如果你已经拿到医师执照 加入医师公会 就会收到一本叫做 没错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台湾一介这个情刊 对对对对 大家翻开台湾一介最后面 都会有这个 征婚 征婚启事 征有征有的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各位 有希望在这个医学圈里面增加你的这个人脉 对对对 你可以来信询问 我们来聊聊看怎么增加你的这个曝光 没错 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基本上我们 呃对于类型上面是 不会 没什么设限 没有什么设限 我们只要 只要我们的目标是 比如说我们服务的这群听众 跟你想要推广你的 不管是资讯产品或是个人 对 是同一群人的话都欢迎跟我们联系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 认识这些厂商 或者是想要推广的人 也欢迎资讯介绍我们 对啊 在这边我想要补充一下 我们基本上是坚持编业分离的原则 就是编业分离就是我们呃 编辑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去做 做安排 对去做设计的 对不会 不会跟厂商直接挂钩 我们如果有一些 业配有机会的话 就有点像你看电视啦 对 你的电视节目的内容跟 跟你中间跳出来的广告 基本上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两件事 我们不会想要做置路 我们不会想说可能就是 比如说这集是要 呃我们收了叉叉医院的钱 我们那集就说叉叉医院的好话 基本上我们是不会这样做 我们是坚持编业分离的原则 对 对啊 所以如果有什么其他的 呃可能的这个 拓展裁员的方法 对各位 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这个 呃 行销的专才 对行销都很厉害 很多学弟妹都非常厉害 也可以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样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想到 主要可以得到裁员的方式 还是以广告为主啦 但是如果有其他觉得不错的方式 也可以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来 我们的节目可以尽快的开始 自给自主这样 是是是 没错 OK 那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问卷的上面有 看到大家有许愿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有各种的科别 还有一些不同的呃 想要听到的内容 没错 不然Joy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听众有哪些可以回馈的东西吗 好的 呃其实 其中有一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很多人都会敲碗各个科别 嗯 然后可能比如说像是 我们看到蛮多的是眼科 呃哼 然后放射科 对 还有还有精神科 麻醉科 对这些好像都有蛮多的 学弟妹其实蛮有兴趣的 对 那当然因为这个布定 光布定专科 其实就有20级的专科 然后 比如说内科底下的这些 什么 呃心脏内科 胸腔内科 感染科 这些其实 不算在布定专科里面 所以 他 就是 零零种种加起来 至少有个四五十个分科 对 所以 对 我们一集做 一个科别的话 当然有些科别 就会比较晚才出现 嗯 那请大家多多包含 我们会尽量把 各式各样的科别的 的内容都包含进来 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目前其实也有一些 正在存档 慢慢等着上线的 一些科别 那就是 可能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第二季的内容 这样子 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 还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女医师 女医师 他们有特别敲碗 比如说泌尿科的女医师 嗯 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因为 其实我自己之前 在大学的时候 也有做过一些 女医师职涯的专题 是是是 对 就是一些社会学 对 方面的研究嘛 对 然后 其实我们觉得 我之前 做的一些 可能文本啊 或者什么相关分析 其实 呃 大部分的结论都导出一个 就是 不同性别 他在职场上都需要 自己的罗马斗 没错 那我们目前其实 相较之下 访问 女医师的比例是 目前还是稍微 比较低一点点的 嗯 所以在这一块 我自己也是 积极的希望 可以在 呃 多增加一些 女性的罗马斗 对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嗯 对 所以 大家放心 这一块我会努力的 让我们的性别比 可以更那个 对 更平均一点 没错 好 希望今天 都有回答到 大家的疑问 也非常地感谢 大家的支持 对 因为其实像 我们一开始 设计那个温卷的时候 没有想到 真的会有人理我们 没想到其实回复还蛮踊跃的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 就很开心 大家就是 真的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然后 也有给我们一些回馈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 可能第一季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需要再加强 或者是 呃 改进的地方 我们都会一一地去 慢慢地克服 然后也会找 越来越多相关的 大家喜欢的主题 对 来制作 大家都给我们一些回馈 让我们有这个 让大家提供更好的内容 以及服务的一个方向 嗯 再次呼吁 请大家到我们的各个 IG Facebook 还有各个音源的平台 嗯 去帮我们订阅一下 按赞 然后还有分享 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 然后给我们五颗星 这样子我们的能见度 会越来越高 是 对 然后如果有 就是适合的 受访者 可能是学长姐 或亲朋好友 也欢迎私讯 让我们 去联系这些讲者 或者是 你有认识潜在的厂商 金主 对 也欢迎跟我们联系 或者是有其他 知道如何拓展裁员的方法 也欢迎让我们 就是知道一下 没错 对 好 那最后 你的任务志呢 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来听听 大家的故事啰 那我们第二季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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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